2020年的卑斯财政预算案出炉 而这份以着重医疗、房屋、托尔等范畴为主的预算案 被评为过于保守 而施政的方向到底能否设合到新闻主党 在去年所宣布的扶贫计划呢? 而对于民间有组织认为 托尔名额仍然短缺 以及社会补助金停制不前 有是不是合理的批评呢? 市民对于这份预算案又不是感到满意? 欢迎观众上网表特意见 时时平台星期日晚8点35分会和大家一起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